科興的中共病毒疫苗科爾萊夫在巴西、印度尼西亞、 土耳其開展第三期臨床試驗 其中 巴西首先完成試驗 但是 科興卻一再延期公布試驗結果 美國之音12月26日報導 科興在巴西的合作夥伴 布坦坦研究所之前表示 三期臨床試驗結果報告 渴望在12月中旬以前公布 但巴西聖保羅州州長多里亞12月中旬又稱 三期試驗結果將於12月23日公布 之後 公布日再度被推遲到明年1月 布坦坦研究所表示 科興公司還需要延遲15天才能公布結果 理由是他們需要整合土耳其和印尼的試驗數據 這引發外界對疫苗效力的質疑 巴西總統博爾索納羅24日在社群平臺直播時 再次表示 科興疫苗的效率似乎非常低 之前 他曾多次直言對中國疫苗不信任 並表示巴西人民不會成為任何人的小白鼠 巴西的初步的實驗的結果 可能官方已經得到一部分的數據 可能離90%差得比較遠 那麼巴西總統才會說 科興疫苗的效率似乎非常低 因為他肯定是跟莫德納跟φYs進行比較 所以在這方面我想 這也可能是科興方面 早月份數據想延遲發布 有另外一個原因 因為他們也可能在等待 土耳其方面的數據等等 有時候幾個地方的數據整合在一起 重新調整一下 可能看起來會更好一點 我看到土耳其的研究人員 在12月24號的時候 已經透露科興生物和新冠疫苗的有效率 好像有91%左右吧 但土耳其的這個測試結果呢 只是基於29個新冠病毒感染的 小樣本的病例得出的 所以不可能以這樣的結果來做出 可信服的疫苗有效性的結論 聖保羅州衛生部長戈林齊平 24號晚間接受CBN電臺訪問時透露 科興疫苗的保護力達不到90% 無法媲美美國莫德納疫苗 也不僅惠瑞與德國生技公司 BioNTech共同研發的疫苗 但是高於50% 這是巴西國家衛生監測局 所定的基本門檻 尤其他們所宣稱的這種有效率的話 哪怕也只是出於小樣本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得出的結果 我相信他們也會早就反而告知了 前美國陸軍研究所病毒學研究員林曉旭博士指出 主要問題是科興在巴西的三期臨床試驗才進行了半年 還是比較短 如果它整個三期臨床試驗只給了半年的時間 這個時間我覺得還是太短還不足以 看出這個疫苗真正的有效性是如何 科興的三期臨床數據之前是沒有公佈過出息數據的 那現在關鍵就是看它在15天之後公佈的是 一個部分的數據還是完整的一個數據 我覺得這個還是最核心的問題 中共已經在7月正式啟動中共病毒疫苗緊急使用計劃 據路透社報導 已有至少數以萬計的人接種了科興生物的疫苗 中國的新冠疫苗緊急使用計劃 從今年7月就開始實施了 完全沒有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數據來支持 那迄今可能已經有幾十萬的人接種這種 沒有安全性和有效性保障的疫苗 然後我們也沒看到有系統性的追蹤的結果 說的輕一點的話 這是中共的衛生監管部門在有益的施責吧 那說的重一點的話是中共政府的草菅人民 儘管如此 當局還在進一步擴大接種人群 國內媒體報導 上海 陝西 深圳多地 近日展開中共病毒疫苗接種 也將為出國人員提供接種 あります中共看著這個基本的派避 可能會有些自己的派避 是最悠者的 idag 這是不美的 有效性的 從地雷分之下 雷分之下 請稍稍 Obrig 你為兩致 有效性的